好 我们10.5跟10.6的这个练习 人体跟植物的排泄 下列何者不属于人体的排泄是哪一个 排尿算 排汗也算 呼吸也算 因为二氧化汤是我们的排泄的代谢废物来的 OK 只有大便 大便是属于排鱼 还记得了 这个是属于排鱼不属于排泄 两个是不同的情形来的 尿液从形成到排出体外的过程 哪一个是正确的 它先到肾脏 才到输尿管 然后输尿管把尿液送去膀胱储存着 满了之后就会通过尿道排出来 所以这次应该 现在大家还记忆游行 应该是会做了 因为考试的时候大家注意不要弄乱的 把尿液送到膀胱的是输尿管 然后尿液排出体外的是尿道 储存尿液的是膀胱 形成尿液 产生尿液的是肾脏 这些都蛮简单的了 血液经过肾脏呢 它首先会经过过滤 形成这个原尿 我们叫它原尿 所以A的这个呢是叫做过滤 过后呢 它的这个有用的物质呢 就会被重细收 重细收 更像没有用的物质 然后呢才形成这个尿液的 对于植物来讲 哪一个是属于排泄呢 呼吸作用 它会排出二氧化碳算是排泄 而关火作用排出氧气也算是排泄 真正作用 然后上发那个水分也算是排泄 分泌现象呢 也是排泄来的 ok 那 下列哪一个分泌物呢 是具有经济价值的 在马来西亚生产的 这个应该是橡胶啦 其他的都是中国那边的了 橡胶才是马来西亚生产的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这边是橡胶